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行蘭 我們今天來試駕的新車室 是目前我們台灣國內新車室的豪華品牌 賣的非常好的休旅車 也就是Lessus全新的NEW MX200 來到我們熟悉的河濱公園 那不是我們同業小安迪嗎 他怎麼在自拍 他也是MX耶 有沒有這麼巧來跟他打個招呼 哈囉小安迪 你是在自拍也在試車 這個自拍又試車 先照一張 好啦震驚啦 你今天看起來很巧 你也試MX喔 真的耶 我今天試的是現在賣得很好 MX200 MX200 什麼年代還在試200啊 350H頂配 全部的配備都在上面 動力也讚 很讚 配備很多 200多 都很多啦 其實我們常跟消費者講 你要選新的MX的話 他其實原廠從200到450H PLUS 大概16多萬到270多萬 百來萬的價差啦 當然如果預算OK的話 可以買比較高配的 享受 接下來小安迪推薦 對啊 但其實你知道嗎 現在其實是今天這台MX200 LASUS原廠也推出了一系列的選配的配備 裝上車以後豪華的豐富程度不會輸給你 有可能嗎 裝上去之後的質感會好嗎 其實我剛有特別講原廠選配加裝 也就是說它其實跟原廠改裝可能不大會發現 非常的match 而且重點是還有4年12萬公里的保固喔 還有保固 對 不賴吧 不賴 但是我要看一下 一定要研究一下 小安迪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台MX200 這是基本的9.8吋的螢幕 它現在透過加裝了前後左右照顧鏡下面的四鏡頭 它都是廣角720P的 它有了PVM的環景 你覺得環景重不重要 超級重要 它這邊有一個view 把它按下去 所以你現在是不是跟我有點像 沒有環景開車都怕怕 怕怕 因為現在很多深色嘛 隨便碰一下都不早期 我們現在把它view按一下出來以後 你就會看到 它有不同的視角 我們這邊可以切換 左右前後 然後它也有2D跟3D 哇有3D喔 給你做很好的資訊參考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AUTO的功能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當你塞在車陣中 速度在20公里以下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啟動環景 那你看一下旁邊有沒有摩托車啦 或是有其他人車靠近 而且我覺得它的鏡頭 就像我們一開始跟你講 跟原廠蠻match 你可能不仔細看你不會發現 除了左右鏡頭是在後視鏡 坐的下方之外 前面也是在它這個 新的這個L-Shape的水箱護罩裡面 小小的一個前鏡頭 你都不太會發現 就像原廠配備的感覺 雖然有這上來就是環景 但是我那台車 上面是有電子後視鏡 電子後視鏡 這個看起來這個有嗎 怎麼可能會沒有 撥一下 撥一下有了 出來啦 哇 它這個就是E-MIRROR的前後雙路 前後就是這邊有一個攝影鏡頭 後面後檔上也有加裝一個 然後就變成有行車紀錄器的功能 那這一個照鏡的成像 我覺得你看清楚吧 綠色葉子旁邊樹枝 都非常清晰 它是1920x384的解析度 然後亮度可以隨著 像今天大太陽或是到晚上 它最大的這個亮度 可以對應到2500尼特 也可以調亮調暗 都很OK 然後它的後面的鏡頭 也有1080p的解析 但是我現在就是看外面很多外廠 你要去外廠加裝 保護大概就一年吧 這個應該也是一年左右 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講 你都沒有專心 四年12萬公里 四年12萬 而且它還有一些附加功能 你手機還可以下載一個 叫做Miro Plus的App 你可以直接在手機上 做一些回放啦 編輯啦 等等的功能 然後也可以一鍵拍照 哇塞 對 其實它也是一個附加的功能 我覺得現在一級期間 車內的空氣品質 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為什麼 所以我在車上都會放那種 空氣清淨機 一瓶一瓶的 你說是加裝 其實它買會買的那種 加裝 前面放在裡面 放在這邊 有的是一台機器放在扶手 或是攜在別的位置 有點麻煩 因為要牽那個線 小朋友常踩到 而且可能就是犧牲掉一個原本的置物空間 對 害我少喝一杯可樂 也對 那其實這台車也有裝你講的這些訴求的 它所謂的光觸媒以及負離子的 空氣的清淨系統 在哪裡呢 你找找看 你找不到的啦 這個是水啊 對 那是水 它基本上我們講的光觸媒 這邊有一個開關的介面的顯示位置 它基本上光觸媒的位置是裝在我們 從車外空氣進車內之前不是會經過大概一個風箱 對 它進氣的地方先做一個初步的把關 做光觸媒一個殺菌的動作 到了車內的空調的出風口的地方則透過負離子的系統 讓你車內的空氣有一個更好的品質 也把一些不好的空氣過濾掉 哇 這好棒喔 而且這個按鍵感覺就是原廠的東西 對 就像我一開始一直在跟你講 它真的很原廠 而且它加裝以後 它基本上你也不用另外去做一些線路的一些犧牲啊 空間都完全你都不會感受到 是非常便利的一個設計 再來我記得MS1出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試他們的350 F-Sport 也有一個蠻炫的功能 就是它的方向板有一個觸控追機 前面有一個HUD 你的車也有嘛 有 絕對有 我這台車雖然沒有這個追機功能 但是我有加裝了一個HUD的抬頭顯示器 有一些功能是你原廠沒有的喔 還有原廠沒有的 對 它基本上這個介面你可以看到 它針對原本這台車的LSS Plus 3.0的主安配備 包含像是LTA的車道偏離的警示輔助等等的功能 以及ACC的定速定距的更車 設定以後它上面都會做Ready的狀態 或是在作動中的狀態來顯示 當然也有最基本的檔位啦 車速啦等等之外 然後你定速它上面都會讓你來做一些資訊的設定 我剛說你原廠沒有的一個功能就是 所謂的這台車原本就有標配的前後的 各四顆的八顆的偵測的雷達 那這個上面它居然可以顯示 前後八顆雷達作動的遠近 有偵測到有沒有危險的碰撞物喔 哇 這你沒有了吧 沒有啦 對啊我剛沒有跟你吹噓吧 這個就是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欸Andy怎麼樣 剛剛幫你介紹幾個車內最佳的配備還不錯吧 還不錯耶 而且我發覺剛才下來怎麼這麼順暢 我真要考你 你有發現哪些不一樣嗎 這個是加裝的嗎 對其實看起來很像原廠的這個車外的燈車踏板 也是另外加裝的 那我想有時候你帶媽媽 或是你小孩還小 小小孩上車 那這一類休旅車如果高度有一些 有這個踏板的話 也對於長者或是小朋友上車 會更便利好上車 而且有時候我們去自助洗車有沒有 對 像休旅車車領比較高 多了這一截會比較好洗車 真的實用耶 然後另外你看這個門檻飾板 這一塊金屬是原本原廠標配 Laser是這樣 那靠外側的這個門檻飾板 則是另外它這個前門後門都有 那前門還有發光的功能 那看起來更年輕活潑一些 說到發光 我剛剛看怎麼車門也在發光 對這個其實就是 讓我們在路邊停車 打開門以後 讓後車有一個安全的警示的效果 所以這幾樣也都是另外在選配加裝上去的 真的很像原廠的東西 對啊 所以像我們今天介紹的 這一些Lexus原廠推出的選配加裝配備 如果你最近也正打算要入主全新的New MX的話 你趕快問一下你的業務專員 不光是我們今天介紹的MS200 其實我相信它還有250 或是350H 你買到比較入門或中階的配備 當然沒有像今天來的Andy開得這麼滿配的話 都可以透過一些預算的調整追加 去跟你的業務員做討論 選配真正屬於自己的編程之後 追加你需要實用的配備 我覺得把錢花得更精算一些 其實是更聰明的一個購車選擇 你覺得怎麼樣 而且又有保固 對 這非常的完整 好 那我們就繼續去工作囉 不打擾你了 我繼續自拍 你還要自拍 要不要再拍幾張 好啦 夠夠 我去試車啦 拜拜